最近有命理師上的電視頻道呢 在談幫人家算子會抖數 要請示神明 神明要領旨 否則你就會被業障 否則你就會倒楣 我要再次跟大家說 算命不會被業障 算命到底會不會被業障 學算命到底會不會被業障 幫人家算命到底會不會被業障 我要再次跟大家說 算命不會被業障 算命不會被業障 算命絕對不會被業障 很重要所以要說三次 從理性跟邏輯的角度來講這個事情 為什麼古代會有所謂的命理學 其實就是基本的預測 農夫要知道什麼時候種東西 要預測今年會不會有旱災 漁夫要知道什麼時間出去捕魚 要知道何時颱風會來 這全部都是預測 那難道農夫跟漁夫 生孩子都沒屁眼嗎 醫生幫人看病 會知道說 你可能這三個月是不是都在吃海鮮 所以你下次都在隨種 他是不是也在做預測 他是不是在沒有任何過去訊息的情況之下 就知道一個未知的世界 而且命理學其實在古代跟他們是同掛刃 他就是一個利用數據分析跟利用科學推論 推理出來的東西 那為什麼坊間一直會有這種論點呢 大概不外乎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完全的外行人 完全外行人倒聽途說 聽說別人這樣子講 然後聽到好像是這樣子 剛好好像這樣子 所以他覺得他就是這個樣子 完全的外行人 他根本就不懂 所以他就這樣子說了 那你去問一個根本就不懂的人 第二種情況是什麼 半知不解 好像懂一點 就不斷來傳播 什麼叫好像懂一點呢 會有很多宗教的訊息 會有很多聽起來好像很有道理的 勸勢的這些文章 他會告訴你說 不要來碰這些東西 其實真正宗教的論點裡面 他所提的是啊 人絕對不要迷信 真正好的宗教其實都告訴你不要迷信 無一例外 但反而人喜歡去迷信 大部分宗教都告訴你不要算命 為什麼 因為算命的過程中間 如果你碰到壞人了 那也很容易迷信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一直推廣 命理教育的原因 因為越來越多人知道 越來越公開化 那神棍就會越來越少 什麼那個算命要背夜障的私信 就越來越少 很多人他只是聽到一句 師姐跟我講說算這個可能會背夜障 那你要問師姐啊 那為什麼醫生不會生兒子沒屁 為什麼可以預測 那個水流這個農夫不會被夜障 那為什麼算命會 那師姐會告訴你說 這就是第三種了 不學無術跟沒有認真讀經書的世界 他就會告訴你說 因為你在改變別人的運突 你在改變別人的人生 所以呢 一 你要背夜障 二 別人有什麼討債鬼來跟他討 然後你擋掉了 所以呢 討債鬼換要跟你討 不管任何的宗教 他差不多都告訴你啊 業障都要自己扛 業障都要自己處理 釋迦摩尼 世尊都告訴你說 他沒有辦法改變你的業了 那怎麼可能一個小小命 是可以改變這件事情呢 根本做不到 我們不過就是凡屬子 你呢 學個幾天算命 你就覺得你比釋迦摩尼厲害嗎 怎麼可能呢 那他都做不到的事情 那你怎麼會覺得你就做得到呢 那為什麼說這些師姐一定是不學無術 因為佛經清清楚楚這樣跟你說 那結果你還這樣去解釋他 你連這個都沒有讀到 那你在修什麼心 佛教最重點就是啊 以經為師 而不要以人為師 經典上面清楚告訴你沒有這個事情 然後你還相信這個事情 第二點是什麼呢 很多的宗教人士啊 念兩本經書就以為自己是佛菩薩 然後呢 用錯誤的觀念好心的告訴你 不能去做什麼樣的事情 這很像很多女生都會說哎呀我不要游泳 我不要做運動 我會變成金剛芭比 你知道嗎 要成為金剛芭比有多難嗎 難度很高啊 你先有辦法去上健身房再說吧 同樣的 如果說這個人他真的有碰到什麼小鬼來找他討債 那你要趕跑他 你要真的可以耶 那同樣的你都有能力趕跑別人身邊的小鬼 你沒有能力趕跑你自己身邊的小鬼嗎 所以會講這種話的人是不是很好笑 第四種 很多人呢他在學了一段時間之後 開始幫人家算命 算完之後開始覺得 哇我好累喔 然後我精神不好喔 你知道嗎 其實跑步也有精神不好 跑步也會覺得很累 像我最近每天幫我兒子做飯 我做一做我會覺得很累啊 我做給他吃還好 我做10人20人的絆鬥 我也會覺得很累啊 你做什麼事情做多了不會累 而且越不熟練的會越累 那當然你剛開始學習的時候 你就覺得哇我好像精神浩弱 這精神浩弱誰不是呢 難道你跑步回來很累你覺得卡陰了嗎 是不是很怪呢 最後一項才是真正最重要的 有太多太多的神棍 太多太多的這些有問題的人 甚至是通靈的人喔 他來告訴你說 這件事情是不能做的 神棍為什麼要這樣跟你講 因為他要告訴你說 我幫你背了這麼多業障 所以你要付錢給我 他才好收錢 他要付多一點情緒勒索你 第二種通靈的人 他如果是更正高等的靈 他其實也不會這樣跟你講 那一定就是低等的靈 他就要告訴你說 你沒有靈止 你沒有得到我的保證 你不能做這個事情 為什麼呢 這樣子啊 才可以建立他的威望 然後也是方便收錢 我們不排除宗教 我們不反對同靈 但是啊 任何的學術 他都必須有邏輯 玄學並不是可以信口開喝 玄學必須是更有邏輯 然後必須是更有道理 然後必須要能夠幫助更多人的 而不是找一個聽起來恐嚇你的 或者是聽起來很玄幻的事情 然後來告訴你這些東西 如果你聽到老師這樣言論 那必然這個老師一定是有問題的 所以不要再相信 算命會被業障 這種事情 命理學就是科學邏輯 的一門很好的學問 可以幫助大家的人生 讓大家知道要怎麼樣去做出 對人生更好的選擇跟判斷